就是带动共和党变革的新力量 南西梅斯2018年选上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 过去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众议院存在着极大的性别差距 88名民主党人中有38%是女性 但共和党只有13名 仅占其总人数的7% 谢谢 感谢 梅斯是一名单身母亲 毕业于南卡要塞军事学院 她想要突破共和党的传统 在2020年确实不一样了 相对较为保守的共和党意义起了变化 目前101名女众议员中只有13位属于共和党 但根据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的数据 参选众议院选举的共和党女性 从两年前的120人增加至今年的227人 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 当中有94人胜出将正式参选 2018年共121名女性当选 创下史上最高 其中103名为民主党 共和党女性为18人 随着一批新民主党女性进入众议院 引起了共和党的关注 印第安那州共和党女众议员苏珊布鲁克斯 将于今年退休 他负责接下来的女性候选人征兆工作 最常听到的一个担忧是 国会值得我们为此付出吗 这是保守判与性意识的崛起 就在巴雷特确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际 更加鼓舞了女性浪潮 这种能量能转化为国会更多席次吗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麦 也曾被问到此事 但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 主要还是选举经费的问题 而在领导层也有差距 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中 也只有怀俄明州的女议员 利兹钱尼一人 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就说 性别不应该是成为钱尼 或者是任何政界人士的要素 这也给共和党女性造成了一个棘手的局面 UPEC是一个号召更多共和党女性 投入选举的组织 而今年94名的共和党女性参选人中 有11人已经在国会 但只有14人被认为有机会胜出 我叫南西梅斯 我学习了我的国家的价值 南西梅斯在与民主党候选人 乔·坎宁安 激烈的竞争中 充分体会了女性参选的酒精 你认为政策还是女性参选的酒精吗 当然 100% 而选票只是拼图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两年前美国其中选举掀起了粉红浪潮 不仅是国会女议员创下历史新高 甚至选出了时尚最年轻的女议员 而今民主党派出参议员贺锦丽 力争成为首位女系副总统 两党的政坛女将是否能够趁慎缔造 粉红浪潮2.0 外界拭目以待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